中国官方证实,因澳大利亚海军邀请,中国海军黄山舰将参加卡卡度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,北京时间8月21日上午。 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,黄山舰,协一架直升机从广东战将起航,赴澳大利亚参加卡卡度2018多国海军联合演习,据了解,8月31日至9月15日,黄山舰将代表中国海军在澳大利亚达尔文,及其附近海域,与多国海军舰系共同参演。 据悉,卡卡度系列军演,是澳大利亚海军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,每两年举行一次,开始于1993年。 此次是中国海军首次受邀参加,黄山舰是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新型导弹护卫舰,2008年正式入列,显号570,舰长135米,最大宽度是6米,满载排水量4000余多,具备舰体以身性能好,境界探测距离远,防空返协能力较强等特点。 据介绍,自幅一来,黄山舰曾执行亚丁温护航,趋利亚化学武器海军护航,中外连连连日等重大任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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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